外星蛤蟆空降地球 它们为人类带来了绿色感染 一个个被感染的人 都变成了眼冒金光的活丧尸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 2022最新科幻冒险片 雷射兄弟大战外星人 最近在赫斯达文天文馆附近 经常出现很强的神秘光芒 大家都传闻说是外星人来到了地球 为此 记者还对天文馆的馆长黑姐进行了采访 黑姐不相信这里存在外星人 在她看来 那些光肯定是由微生物所发出的 记者和黑姐的意见不合 于是两人走进旁边的山洞里一探究竟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间密室 密室里有日色粘液 黑姐触碰了眼前的神秘装置 结果直接扔了过去 等她醒来之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立刻袭击了身旁的记者 阿伟和强哥是很要好的同事 眼镜哥是阿伟潜在的大客户 不过他对阿伟推荐的理财计划 一点也不感兴趣 阿伟没有放弃 得知眼镜哥喜欢参加各种派对之后 他打算立刻组织一场狂欢派对 等到了约定的日子 眼镜哥开着他最得意的车子 去见了阿伟 车子里有巨大的电容器 这也是眼镜哥向别人炫耀的资本 派对的地点就定在 赫斯达伦天文馆附近 这里有两个男人正在进行野餐 高兴地吃着美食时 突然 阿伟等人的派对在屋子里举行 大家在歌在舞 阿伟则一个人来到外面透气 朋友阿凯走过来 送给了他一把从日本进口的雷射枪 黑姐杀死了那两个野炊的人 他之所以变得如此残忍 是因为当时误入密室后 被外星真菌感染所致 虽然他现在能力超全 不过雷射枪发出的光是他的致命弱点 第二天 阿伟为了让眼镜哥找到更刺激的感觉 他建议大家一起去射击七弹 出发之前 眼镜哥的车子突然打不着火了 这让他不由地大喊大叫 原来 是强哥偷偷拿走了车子的发动装置 他这样做是为了让眼镜哥和大家坐同一辆车 从而增进感情 来到七弹射击基地 大家玩得很是尽兴 可阿伟一不小心 却将七弹射到了路人胖叔身上 对方先是昏迷不醒 等过了几秒钟 对方醒过来后 脾气却变得异常暴躁 他狠狠地摔大着每一个人 还直接咬了老马的胳膊 阿凯抓住机会 直接将胖叔一棍积晕在地 胖叔刚才的那些动作 看起来很像放尸 并且他的眼睛还发光发亮 所以阿伟赶紧带着大家离开了这 坐到车里后 车子却发动不了了 原来是车子的发动机 竟然已经被别人偷走 一蹲重的发动机凭空消失 一般人根本搬不动 这让所有人都彻底蒙圈 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当时玩游戏时 把手机都放在了盒子里 可现在盒子里 只剩下了三个手机壳 这一切太过于诡异 不一会后 大家来到了天文台附近 阿凯和阿伟在天文台内 找到一部电话 于是赶紧报警 接听电话的是 警署怀孕的金姐 他根本不相信外星人的存在 这些人肯定是白痴 于是直接挂断电话 在天文台外 一辆卡车缓缓驶来 等车里的人走入天文台后 阿伟和阿凯被吓得 滚到了地下室里 一个布袋扔了下来 而布袋里 装的是一个面部恐怖的女人 长发哥听到声音后 来到地下室 阿伟吓得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即使老鼠爬到身体上 他也只能抢远着 长发哥的眼睛 发出了巨大的光芒 原来在黑姐被感染后 他已经将外星病毒传染 给了更多的人 长发哥认为刚才是老鼠发出的声音 所以也就没有仔细搜查 阿凯和阿伟抓住机会跑了出来 不远处传来了说话声 原来是一个旅游团前来游玩时 汽车的发动机突然也被偷走了 所有人只在去车里等待救援 就在这时 车里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还发出阵阵绿光 大家这才明白 人一旦被感染后就会滥伤无辜 阿伟逃跑时不慎摔倒 他用帽子遮挡住自己 结果那些人竟然直接跑了过去 阿伟感到高兴时 一个人直接将他扑倒在地 生死时刻 阿凯用雷射枪打死了对方 两人跑到警署进行求助 金姐依旧不信两人的话 他还直接将两人锁在了屋子里 等同事带着长发哥来到警署后 长发哥竟然恶人先告状 他投诉阿伟和阿凯当时袭击了他 阿凯也不客气 直接向对方发射雷射激光 长发哥立刻原形毕露 警察则直接将他靠了起来 被感染的人越来越疯狂 他们还炸掉了天文管 这也造成了警局信号中断 大家现在根本没办法向外界求援 警察说着他所看到的一切 被感染的人正在疯狂抓人 对方似乎要抓走所有人 此刻 强哥等人也已经被抓了起来 阿伟和阿凯都很仗义 他们将雷射枪交给金姐防身 随后开始去营救强哥等人 来到那辆破旧的汽车旁 阿凯驾车直接冲了过来 这也成功引开了被感染的人 阿伟成功地找到了他的旅行帮 两个被感染的人又冲了过来 关键时刻 包里的雷射枪竟然失灵了 好在 阿凯及时赶过来 撞死了那两个人 两人继续去营救强哥等人 碰到被感染的人 他们果断开枪 对方一边躲避 一边往这边扔着武器 一个被感染的人从车上跳过来 幸好 阿伟一枪击毙了对方 两人和那些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突然 一个人冲出来掐住了阿伟的脖子 阿凯狠狠地一拳打过去 阿伟则击毙了这个人 对方开始用真枪射击阿伟 阿伟和阿凯则赶紧逃到屋子里 这时楼上又出现了很多被感染的人 两人立刻放大招 两人巧妙地配合着 一人提示着被感染的人在什么方位 另一人开枪 他们配合得完美无缺 并且每一枪都弹无虚发 没过多一会儿 就直接干掉了所有被感染的人 外面的人又拿着枪冲了进来 阿伟将微型炸弹投过去 彻底地结束了那些人的生命 强哥等人被带到密室中 黑姐走过来后 一个男人被带到了台上 将绿色粘液进行凝聚 男人立刻被感染 紧接着 眼镜哥被带到了台上 就在这时密时发生了巨大的震动 原来 汽车中的电容器早已经被偷了过来 这巨大的震动正是由电容器和汽车引擎发出的 眼镜哥发出哀求 他表示一个引擎的能量有限 他可以带20台引擎来 这将会对黑姐会很有帮助 黑姐听后立刻同意了下来 阿伟和阿凯果断冲了出来 可他们势单力薄 很快就被抓了起来 下一个被带上台的是强哥 金姐将绿色粘液进行凝聚 随后强哥也被感染 而此刻更糟糕的是 金姐的羊水破了 金姐父亲被感染后 还掐住了女儿的脖子 光头警察一枪击中对方后背 这时金姐忽然发现 用超市的扫描枪 也可以让感染者屈服 用荧光棒也可以制服对方 总之一切带光的东西都可以 被感染的人冲了过来 金姐也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 阿伟想尽来办法来改变眼前的困难局面 他和眼镜哥将启动器插入到电容器中 洞穴中立刻变得电力十足 随后 一个恐怖的外星生物出现了 所有人都跪在他面前 可眼镜哥却吓得差点呕吐 老马抓住机会狠狠地给了对方一枪 见对方毫发无损 老马吓得赶紧逃跑 紧接着 双方开始了激烈的打斗 阿伟这方的人始终处于劣势 在关键的时刻 阿伟用雷射枪打钟密室的控制系统 数十升之后 洞穴发出了最强的光 外星生物先是当场倒地 醒来之后 他才要杀死阿伟和阿凯不可 强哥恢复了理智 他用雷射枪不停地照射怪物 最后他要和外星生物同归于尽 整个洞穴发生了巨大震动 外星生物的飞船也开始腾空而起 不一会后 怪物带着被感染的人直接逃离了地球 地球上的一切开始恢复正常 金杰等人脱离了危险 阿伟阿凯和老马也都恢复了安全 只是强哥早已经被怪物带走了 然而强哥可没那么容易死掉 劫持飞船后 他准备攻打外星人的老巢 一部轻松幽默的科幻喜剧 有那么点外星丧尸的味道 不过 这外星人看起来涮火锅应该不错